阿洛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又回到我們苗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我們很久沒有拍我們的做死系列了 那今天呢 我要來嘗試一個東西 那基本上應該也不算做死啦 因為基本上我們打這個系列的貓貓很多喔 所以應該也不太會算做死 那我們今天算是一個嘗試 因為我之前打我們鐵紙的布屋的時候啊 是使用了我們卡上線的方法 因為那關的話 只會出兩隻角色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是用那個擊退貓貓 來擊退一下我們的那個河馬 然後讓我們把這關的塔給帶掉 那如果我們這邊直接用打鋼鐵敵人的貓貓咧 直接去跟我們的鋼鐵漩渦對打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嘗試一下 我們進級的鐵屑超級難 用我們的鋼鐵部隊喔 那我們鋼鐵部隊的話 差不多就是所謂的就是會心一擊的貓貓 所以我們這邊先把會心一擊的貓貓點開啦 那當然呢 這邊的話 魚貓跟偶像貓都是首選喔 那我覺得狂亂偶像貓應該不錯 雖然他的攻擊時間比較長一點 可是如果能夠打到的話是百分之百的暴擊喔 那我們這邊再把我們的這個大狂亂倒貓給帶上去 當作一個那個打我們暴擊傷害的坦克 那我們這邊三階的 我們這邊加二的飛準哥一定要上場嘛 那這邊的話也可以把我們倒草帽帶回去喔 那這邊 女士衣貓也可以帶過去打打看 那這邊當然不可或缺就是我們龍捲風貓貓啦 那基本上呢 這樣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再帶上我們的肉骨獸 那帶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緩速鋼鐵的貓貓啦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那個很久都沒有用 每一個人都說為什麼不用他的那隻角色帶出來 沒錯也就是我們的灰夜機啦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灰夜機帶上場喔 那基本上灰夜機的話 我不知道是二段比較好還是一段會比較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用我們一段來試試看 然後再帶上我們的那個 能夠還我們鋼鐵碟的那個人偶貓 之後再帶上幾隻我們的那個 大狂亂強貓啊 再加上強貓來抵擋他的攻擊 那這邊應該只能帶我們的那個大狂亂強貓了 那我們這邊就用這道賭盒來打打看我們的鋼鐵漩渦 因為哲平也沒有挑戰過嘛 所以就是一個做事系列啦 好 我們的晉級的鐵血超級難 Lost Go OK 不做死就不會死我們的晉級鐵血開始囉 那這邊的話 這關卡的話是有兩隻敵人的上限的 所以我們這邊一定就是要把我們的那個 鋼鐵漩渦給逼出來喔 然後看一下 能不能擊敗我們的鋼鐵漩渦 因為基本上 哲平打鋼鐵貓貓的角色也不會說很少喔 那這邊的話 敵人還不會先出來 我記得一看也會先出來的是我們鋼鐵的河馬吧 那我們就先把他贏在原地 然後讓我們的錢包滿一滿之後再說囉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先把錢包升到我們的MAX8看看喔 好的 那我們這邊順利的把錢包升到MAX8了喔 那我記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一個關卡應該是我們碰塔之後 才會出現我們的敵人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我們的錢包用到我們16500的時候 再來出我們的貓貓囉 那待會會先出的貓貓應該是我們的島貓跟我們的那個 肉骨獸喔 因為用這兩隻的話 應該是可以先扛住我們的河馬的一些攻擊 然後在後面再疊多一點的輝月劑啊 還有我們人偶貓來還速我們的鋼鐵敵人 喔 那過一段時間 居然不是等我們碰塔喔 這邊出現我們鋼鐵河馬一隻 那這隻的話應該不會那麼的難喔 我們一樣先存我們的錢喔 那我們這邊錢包快要到16500塊 那避免他碰我們的塔 我們先叫出我們的大狂爛牆貓去擋一下攻勢喔 那我待會應該會先疊我們的緩速貓貓 因為緩速貓貓更多的話就是可以緩助我們一些角色 那這邊我們的直劍河馬不等我們做任何事情 他馬上就過來了 那我們這邊先拜託我們所有的打鋼鐵部隊喔 那目前是已經死掉一隻那個河馬喔 所以這邊可能會比較麻煩的是 待會會不會再出一隻比較麻煩的角色出來呢 啊 目前是沒有什麼事情 那我們這邊再疊出我們的那個狂亂萌貓喔 那目前的話是先出現的是我們的鋼鐵犀牛喔 那犀牛爆掉之後呢 可能就會出現我們的那個鋼鐵漩窩了 那待會就是看一下漩窩會不會 啊 漩窩來了 漩窩出現了 那我們現在先趕快疊我們的那個緩速貓貓喔 那這邊用飛准爆了一下我們的鋼鐵漩窩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這邊瘋狂的在爆炸 那這邊趕快繼續爆 我們這邊狂亂萌貓可不可以打出一些傷害呢 他這邊虛氣好了 準備要再下一把 可是在那之前就已經被我們那個肉骨獸先打了一波那個暴擊了 所以很可惜的沒有被我們那個狂亂萌萌打掉喔 那這邊除了我們的那個鋼鐵漩窩以外呢 又出了我們一隻那個鋼鐵海豹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長手帽已經準備要使出一個暴擊了 那目前的話呢 暴擊傷害是不斷的在打到我們的鋼鐵漩窩上面 所以感覺是有機會可以打贏的喔 而且我們這邊緩速貓貓 緩速機阿 我們的那個灰葉機跟我們的那個人偶貓也不斷的在緩速喔 感覺是可以有機會的喔 這邊我們在 哇 我們長手帽給他一個暴擊 直接爆死我們的鋼鐵漩窩 所以這關的話 其實用我們的長手帽 感覺就很有機會喔 這邊直接要打塔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直接把塔給帶掉喔 沒問題 這邊長手帽再加上我們所有陣型組合 直接把這個塔給帶掉 所以 目前來說的話 好像是沒有問題喔 好的 那這邊的話 哲平要再嘗試另外一個組合了 那就是 我們的緩速值阿 我們的白巫厚 是不是可以緩到我們的鋼鐵敵人 我記得他好像是 可以緩任何有屬性的敵人喔 所以如果這關 能夠用我們緩速值來緩我們的鋼鐵漩窩的話 應該也會不錯喔 那我們這邊一樣先把我們的錢包搞到我們MAX8 然後待會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白巫厚 到底能不能緩住我們的鋼鐵漩窩 讓他比較好打一點點喔 好的 那我們這邊順利的把錢包用到MAX8了 那待會的話 應該打法是這樣 就是先出我們的緩速值 然後用緩速值 再配上我們的肉骨獸來打打看 或是配上我們的龍捲風貓貓喔 用這幾隻來看看能不能直接用我們的緩速值的緩速 來把我們的鋼鐵漩窩可以緩掉喔 那這邊的話 等我們待會的河馬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出我們的貓貓了 好 那我們這邊鋼鐵河馬是開始出來了喔 那待會的話 等他到我們的塔下之後呢 就先出一下我們的大狂亂強貓跟我們的肉骨獸喔 要不然也可以直接出一隻我們的緩速值好了 好的 那他現在要到塔下 我們就先出一下我們的緩速值 看一下能不能緩到我們的鋼鐵河馬 我完全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一關的話 大概用我們的緩速值再加上我們的強貓喔 還有我們的肉骨獸 應該用這套組合就可以打贏喔 因為其實我們緩速值的緩速實在是太厲害了喔 那我們就先用 我們這邊的話 就不斷的出我們的大狂亂強貓跟我們的肉骨獸 還有我們的龍捲風貓貓來看一下 能不能打贏這關卡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好 這邊的話 順利的直接把我們的那個 鋼鐵河馬打到塔後面去了喔 那這邊 馬上就是一打下去 馬上就碰出我們的鋼鐵漩渦了 不過這邊的話 用我們的緩速值緩它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 然後持續的用我們的龍捲風貓貓 跟我們的那個肉骨獸來打打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不用出我們的那個 人偶貓跟我們的那個灰野機了 因為這邊完完全靠我們的緩速值都沒問題了喔 那擔心的就是待會如果那個緩速值被打死之後呢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喔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繼續出我們的貓貓 那我們肉骨獸那些都不能停喔 我們這邊的話 輸出燒點不足喔 只有用我們的那個 肉骨獸跟龍捲風貓貓 感覺好像是不太夠的 這樣的話 把我們的那個暴擊貓貓 別更多上來的話 應該是沒問題可以解決它了 因為單靠我們的那個肉骨獸跟龍捲風貓貓 感覺這樣傷害輸出 感覺會比較低一點點喔 那這邊把我們的紫電荷馬給解決了 後面就出現我們的鋼鐵犀牛了 那這邊的話 緩速值還在持續的緩速喔 這邊沒問題 又給它一技的暴擊喔 所以這關的話 其實用緩速打法 就完完全全沒問題了 那用上我們的緩速值的話 是完完全全超級沒問題 那如果你沒有那個緩速值的話 沒有白巫厚的話 其實可以用我們人偶貓 加上我們的灰野機喔 那如果你真的要更保險一點點的話 就是用我們卡上線的方式啦 那這邊完完全全沒問題 加上這幾隻的話 我們的那個鋼鐵漩渦是完完全全過不來了 那這邊的話 直接被我們的鋼鐵暴擊給帶走 好的 那這場的話呢 我們來嘗試一隻 之前大家都一直叫哲平把它沾到三階的一隻角色喔 也就是我們的頭錘貓喔 那我們頭錘貓的話 三階的話是必定會發生暴擊的喔 所以我們待會就來看一下我們的三階頭錘貓 能不能挑戰成功我們的鋼鐵漩渦喔 好的 那我們這邊鋼鐵河馬也出現啦 那我們就先派出我們的大狂亂強貓去前面擋著 待會就直接來出我們的那個三階的頭錘貓 來看一下三階的頭錘貓到底有多麼的厲害喔 因為哲平自己也沒有用過我們三階頭錘貓 那聽說他是必定暴擊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他的威力吧 那如果他是波動暴擊的話 那就太厲害了喔 那如果他這邊的話 好 太好了 他是波動暴擊超強好不好 那代表待會如果出現很多隻的話 我們一樣用波動暴擊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那個頭錘貓打塔好像也會有暴擊耶 沒關係 我們這邊就疊多一點的緩速貓貓 來幫我們的那個頭錘貓喔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啦 不過 我們的鋼鐵漩渦可能要再打比較多下一點點喔 加油 喔 這邊有直接暴擊暴擊又暴擊喔 這邊瘋狂疊我們的緩速貓貓應該就沒問題了 可是我這邊覺得有點危險喔 我們這邊感覺如果不趕快再把我們的鋼鐵漩渦給擊飛的話 可能會有點麻煩的感覺 因為我們的鋼鐵漩渦好像慢慢的要走過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如果懂到我們的頭錘貓的話我們就完蛋了 OK 沒問題這邊又把他擊飛了 太好了太好了 那這邊趕快補上線囉 這邊又越來越接近了 頭錘貓你要小心你的腳喔 被懂到你就要死掉了 頭錘貓 頭錘貓 啊 果然死掉 死去死去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要再叫下一隻頭錘貓的話可能還要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全開了全開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能叫頭錘貓的話可能還是要叫幾隻那個 就是能夠打鋼鐵的一隻 不然其實頭錘貓真的很容易就直接被我們的那個 欸 漩渦給堵到了 因為他攻擊速度是有點慢的 然後他基本上被打到一下就會死掉 所以我們的頭錘貓呢就是比較需要保護的那隻角色喔 那這邊的話又是我們的長手貓 直接幫他的兄弟頭錘貓報仇喔 一下就直接暴擊鋼鐵漩渦直接把他打死 好的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鋼鐵部隊來迎戰我們的鋼鐵漩渦啦 那基本上今天用了很多隊來長勝 那我們的緩速只剩的是非常好用的一隻角色 因為他可以緩所有有屬性的敵人喔 那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就是只有無屬性的敵人他緩不到 連鋼鐵都緩得到 那基本上這個鋼鐵漩渦基本上不會很難喔 只要用我們的緩速把它緩掉之後呢 再用一些暴擊貓貓來打他 應該就沒有問題能夠輕鬆的解決啦 好的 那如果你對於這關有一些其他的打法 除了我們對上限方法或是緩速方法 你還有其他一些不錯的戰法的話呢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可能按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這個影片再見囉 這個影片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